总统夫人周美钦接到了来自台中市国中生的一封信 希望马总统和他能够到台中来欣赏演奏交响乐 好不容易总统夫人周美钦昨天亲自去捧场 但是有三名音乐班的国二女学生 他们在表演完之后下了台 竟然开始灌起啤酒喝得醉醺醺的 要周美钦到台中听他们演出 周美钦真的来了 坐在了座位上仔细聆听 但这群国中生下了台竟然拿起啤酒罐 喝到几乎快要酒醉了 三个才刚表演完的台中市双十国中女学生 才国二小小的年纪拿起了啤酒瓶 你一口我一口就这样子喝了起来 完全不管旁边的同学和老师 天气热国中女学生还拿啤酒罐 冰镇一下自己的脸颊 然后继续喝得脸红心跳 这群国中女学生手里拿着刚刚表演完的小提琴 一手扶着琴一手喝着啤酒 完全不管总统夫人周美钦 还在台下听了其他人的精彩表演 周美钦毫不吝啬给予自己热烈的掌声 但国外女学生明明还没到18岁就能够买到啤酒 还在周美钦特地来听他们演出的时候 在台下灌起了啤酒 这样的离谱行为 要是周美钦知道了 真不知会 作何感想 中天新闻林嘉庆 陈思源 朱写明 SNG小组 台中报道